马儿要去炸,如果喜欢我的影片,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。 日本车厂MASTA过往曾靠着转子引擎,赤炸车坛,其中又以经典跑车RX7最具代表性。 但因为转子引擎的油耗太高,无法通过环保标准而停产,但原厂一直有在持续研发转子引擎。 近日,原厂宣布,转子引擎将以全新形式,在2023年正式回归车坛。 MASTA曾在2013年以MASTA REVV为基础,打造一辆MASTA 2 Ray原型车。 其动力搭载可输出101匹的电动马达鱼里电池,另外还配置了9公升的小型油箱以及排气量。 333cc的转子引擎,38匹马力。 当时这辆车即拥有超过300公里的续航里程。 可行驶距离比为搭载转子引擎的电动车多了将近100公里。 凸显有着体积小,重量轻,高输出优势的转子引擎,十分适合作为增成发电使用。 MASTA在2020年发表了品牌首款电动车MX30,但因为该车所搭载的35.5千瓦H里电池容量较小, 所以续航里程只有约200公里,与竞争对手相比逊色不少。 为了增加电动车的续航里程,除了加大电池容量之外,改用增程系统会是另一个选择。 所谓的增程系统,是以电动马达作为车辆动力来源。 燃油引擎主要是作为发电机的角色,负责为车辆供电。 新设计的MX30E Skyactiv,R1M于2013年发布了基于D-Mio的原型。 该系统利用转子发动机重量轻,结构紧凑,震动小的特点, 通过将其转用于发电,而不是驱动力,来提高能源效率。 Extender第一丝式扩展,通过使用专门用于发电的转子发动机, 变成了可以运行。 而不用担心电动车续航里程的电动车混合动力车, 动力总程在行李室下方,配备了一个小至330的单转子发动机, 使其成为紧凑型汽车的理想下一代电气系统。 带电池续航里程约80千米,通过运转转子发动机发电, 续航里程可延长约500千米。 新款MX30E Skyactiv,R1V计划于2022年10月上市销售。 也就是说,转子发动机不是用来转动车轮, 而是为增程器提供动力,以延长里程。 数量有限的MX30PHEV将于2022年秋季引入北美市场。 马自达北美已经在4月份宣布, 推出配备旋转发电机的MX30。 开始公告推出时间,规格细节尚未明确。 MX30EV电池电动车将于今年秋天在北美发布, 并以身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起价为33470美元等于约373万日元。 这样子,我们又能看见全新的转子发动机出现在我们眼前了。